8個月前韓國瑜在國民黨高雄市長黨內初選時說過 將會不惜一切代價邀請迪士尼來高雄 但是成了準高雄市長後 現在這麼說 那個地方要看空間 不是想蓋就蓋 好不好沒有那個空間蓋不出來 那迪士尼它旁邊要有1億人口的市場 那現在台灣只有2300萬人未必能夠達成 但是我們這個心是不變的 言下之意似乎是說迪士尼來高雄恐怕很難實現 一開始就有但書的疑慮的話 應該要在一開始選舉之前就要先講清楚 能做得到的再講出來 你是有跟迪士尼這邊已經有 還沒有 我們現在有一些類似國際級的影視要來高雄 包括國際級的巨星要來高雄 最後會不會兌現 我們請大家稍微耐心等候一下 還有網友認為選前就該說清楚 一切都只是夢 夢醒了就沒了 甚至還有網友找出一間位在 復興二路上的酒店 店名就叫做迪士尼 只不過你是女字旁的你 業者臉書的宣傳照片上有白雪公主 冰雪奇緣和睡美人 網友嘲諷的說高雄有迪士尼了 迪士尼在亞洲 日本 香港和上海一共有三座遊樂園 第四座可能來高雄嗎 韓國瑜沒把話說死還要再討論 而當初說不惜一切代價邀請迪士尼來高雄 現在真的要實際執行了 才知道有多困難 在內心院朱衛達 何善凤 高雄報導